再一個提案是Ronnie Ronnie要提的是Ginley V十周年參與者徽章 好 好 那大家好 我是Ronnie 那麼Ginley V到今年已經是十周年 從2012年到現在已經是十周年 辦了五十幾次黑客搜 那麼其實也留下非常非常多的協作的成果 因為Ginley V用了非常非常多的協作工具 有包含HackPad、HackMD、Github、Slack之類的 那麼其實我們也有做就是Ginley儀表版 就是一萬多個Ginley的成員在各個地方 例如說Slack、HackMD 留下了多好的足跡 有沒有做這樣的統計資料 但是我想要多做一點個人的東西 就是例如說每一個個人 每一個參與者在這十年中 譬如說他第十個編輯的HackPad 是在幾月幾號的哪一篇 他在Slack上面第一百次留言 或者是第幾次留下emoji是什麼時候 我想要做一個這樣的十週年的主機 所以就想要做這個十週年的成就機制 那所以可以有什麼樣的成就呢 例如說可以有他參與了 參與了譬如200個HackMD 或者是他在Github上送出了100個Commit 或者是說他在Slack的General頻道 用了300次的emoji 或者是我覺得像這次也想加的 他參與過三個不同縣市的HackMD 所以恭喜大家今天來就有參與花蓮一個 之後還有很多很多不同縣市可以參與 那就希望能夠蒐集各式各樣這樣大家的成就 那麼目前的進度是已經有把HackPad HackMD跟Slack的一些資料已經整理起來了 那麼接下來的目標是希望說能夠建立一個網站 就是像是被舉點Ginv.tw斜線 然後後面一個你的名字 那這裡面就會有列出來 所有的你這過去十週年 你在幾月幾號留下什麼成就 當然我們不要只看過去也希望看未來 就是大家在不斷的未來的10年20年 再繼續參與Ginv的時候 可以不斷的在這個網頁上留下你新的成就 所以就是大家也可以以挑戰成就的目標 來以愉快的心情來參加Ginv黑客送 那所以裡面也可以放一些自己的自我介紹 那三個關鍵字之類的 然後更進一步的是希望說 Ginv的各式各樣新的專案 例如說真的假的或者是阿美與盟點 或者是任何專案 其實你只要有貢獻的也都可以想辦法 把你們裡面的貢獻整理一些成就 也可以往這個成就機制來塞 然後讓大家開開心心地參加Ginv 那所以目前這個專案需要的幫助是網站開發 然後以及要資料整合以及美術設計 因為美術設計會蠻需要 希望把那個網站的那個徽章或成就做得漂漂亮亮的 讓大家都可以很開心地分享自己的網址讓大家看 然後覺得更進一步的可能可以做的事情 是例如說把徽章變成發行成NFT 就是跟上NFT熱潮 或者是說它可能就變一個新的就是Ginv的一個Ginv Hub 雖然我覺得自己有點 leaf lag 因為其實Ginv這10年很多人想要做這個專案都失敗了 對但是就不知道或許我從這個面向說不定可以成功也不一定 對所以以上就是我的Ginv10周年徽章的那個提案 好謝謝Ronnie 但很誤去教授 我們再次判不要的 好的